大家好,我是showtimez 如果大家看了我上期节目教你怎么挖矿的话呢 这次呢来教你怎么把你的比特币怎么交易,怎么转,怎么提线 首先呢这个提线呢,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的活动嘛 很多地区的政府它是有限制的 比如在中国它有些是用不了的 然后在美国可以用这些 在欧洲呢又可以用其他一些 nicehash这个软件它自带的呢 它和coinbase是联合起来 它们之间转钱是不需要手机费的 你可以去你的nicehash然后点击钱包 大家看就是这个钱包啊 然后呢大家看有一个提款 就这块有一个提款 然后呢这块设置一下就可以提款到你的coinbase的这个账号 也可以提款到其他的地址 这个再说啊 然后假设你就提款到coinbase它是交易 这个这笔交易是不需要手机费的 然后呢这个时间呢一天之内 大概我存的话一般都是20分钟就好了 因为它每六个区块链是20分钟嘛 然后它这个是不可逆的一定要谨慎 嗯coinbase呢你要没有的话呢你先注册一下 我会把链接呢放在下面 你可以得到10美元这么一个起始的资金吧 却算是送你的如果用我的链接开户的话 就是 点这get started 因为我链接直接会带你在这里 然后你就填你的email呃密码名字之类的就可以 它要需要一系列的验证 因为它还是挺严格的 而且呢大陆是用不了的 待会呢我会介绍一个其他大陆能用的软件 你从这个nesthard提款之后呢就可以提款到这个coinbase 啊coinbase你等一会之后呢也会看到你的钱就会到了 大家要有耐心一点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卖掉 你可以选择你卖的就比特币吗应该是 然后你可以选择存到paypal或者是银行账户 然后看一下这个coinbase支持的国家北美 啊加拿大支持买卖还有转换 它支持的付款方式收款方式就是paypal和 啊debit card 然后美国呢也是全都支持银行账号 debit card paypal debit card 啊还有买卖转换 其他国家呢就是墨西哥这些其他的就是基本上只能转换了 啊然后欧洲啊澳洲啊比利时这些啊芬兰这些都是基本可以存款取款然后转换的法国欧洲还是比较宽松的 嗯亚洲啊香港只能转换印度只能转换 基本上只有新加坡能够买卖 哦新加坡只能买还不能卖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一点 澳大利亚也是啊那比较宽松这个coinbase基本支持用户的就基本就是北美和欧洲了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比较新手不太适合的一个东西就叫这个Bilance啊中文是币安 然后呢我也会把这个注册链接放在下面评论区 币安呢他这个买卖呢就跟那个股票看盘软件似的 他呢也可以这个人人跟人交易贴广告 然后卖出你的比特币你也需要注册一下 然后呢把你的币转过来 然后再进行买卖 如果你要卖BTC啊 他有些人呢是给你一个开价 然后呢他需要买多少 他需要买多少五个 他买两个对吧 然后他支持着付款方式你就可以出售你的BTC 然后你的钱包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数字货币来充值 他会有一个地址 你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呢 可以贴到你的 啊 nicehash这个地址里头 这个呢就是 币安他的 缺点呢就是用 用起来比较 复杂 适合高手用户 而且国内用不了大陆用不了 好 那么再介绍一下大陆可以用的叫火币 火币呢也是需要你来注册一下 啊 我也会把链接呢放下来 然后呢 你如果需要呃交易的话 我们挖到矿呢 肯定是要交易的对吧 你不可能留着一辈子 你总是需要交易出去的 啊 你也可以呢 点击这个资产币币账户 然后有一个BTC这块充值 充币 他呢会给你一个这个比特币的地址 你就可以充到这里头来 啊 你要是不太确定的话呢 你就可以先少充一点充10块钱的 对吧 先试一下 然后也可以添加到你这个 BTC这个地址里头 可以冲过来 冲过来之后呢 你也就可以交易了 然后这块有个买币 然后出售 出售你的BTC 然后呢 这块支付方式呢 都是有的 支付宝 银行卡 微信 微信支付 嗯 这个呢 还是比较 用户友善的吧 然后这个呢 也是需要实名认证的 建议大家都提交一下自己的身份证 那么这个最大的几个交易平台 Coinbase是最老的 也是比较 也是最大的 应该是最大的吧 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它是2012 还有2013年就有了 然后火币和BTC是比较新的 但是他们也是有 具有一定规模的 他们也是比较大牌的一个交易平台吧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毕竟有这么多人都在这交易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可以出售你的BTC 将你的挖矿的这个算力呢 转化成实在的钱了 是吧 好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啊